男友的青梅竹马生命垂危,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是披上婚纱,与男友举行一场婚礼。 男友原以为我会反对,但我却微笑着同意了,并主动提出要做伴娘,同时给予祝福。 然而两个月后,小青梅被诊断出是误诊。 男友后悔了,带着他来求我原谅,却看到我房间里走出了一个身穿和我同款情侣睡衣的男子。 面对他震惊的表情,我满脸歉意地说,亲爱的,真不好意思,他也得绝症了。 他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和我结婚。 你们是这么好的朋友,不会不同意吧? 男友看着我身边的男子,几乎咬牙切齿,我怎么不知道你得了绝症。 那人搂住我的腰,微笑着说,不好意思,我这是恋爱恼晚期。 离开他,我活不下去。 一堂姐姐,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你和青州哥哥已经见过双方父母,马上就要领证了。 你们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而我却只剩下一年多的生命。 我知道这个请求很无礼,但我真的只想在死前做一次青州哥哥的新娘,可以吗? 在叶青州好友的聚会上,他那刚被确诊为癌症的儿时玩伴宋新月, 突然在众人面前哭泣着抓住我的手,向我提出了这个请求。 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一向不喜欢我参加他们兄弟聚会的叶青州, 这次会主动要求我一定要来。 我环顾四周,发现在场的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有些躲闪。 叶青州的妹妹叶千千看到宋新月落泪,立刻感到非常难过。 作为她哥哥和宋新月CP的忠实粉丝,她一向对我这个闯入者不太友好。 现在看到宋新月哭了,更是为宋新月感到委屈,林以堂,你这人还有没有心? 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月月姐和我哥的关系,但如果不是当初你插足, 他们俩早就在一起了,那还轮得到你。 现在月月姐没几天能活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和我哥办一场婚礼,又不是真的结婚。 再说,我哥都已经同意了,你凭什么不答应? 叶千千一边说,一边理直气壮地搂着一旁的宋新月。 而我顺着她的话,看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神色躲闪的叶青舟。 你同意了? 我觉得有些好笑,直到现在我才看清,原来今天的聚会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所有人都知道宋新月的医院,所有人都知道叶青舟点头同意了。 只有我,叶青舟的正牌女友,即将成为她妻子的未婚妻,还蒙在鼓里。 一堂,你也知道的,我和新月从小青梅竹马那么多年,我答应过她,要完成她所有的遗愿。 你放心,只是一场假仪式,等仪式结束,我们俩就去民政局领证,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叶青舟说完,便走上前来,试图牵我的手,却被我后退一步躲开,发出一声吃笑。 你俩这样,弄得我都有点磕你俩了。 我双手环抱在胸前,看着面前因为我这句话而皱起眉头的叶青舟,突然感觉有些无聊。 林一堂,似乎觉得我刚才的话让她有些丢脸,叶青舟的脸沉了下来。 你至于这样无理取闹吗?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我就是把新月当妹妹。 我和新月青梅竹马那么多年,如果真要有什么,那还有你什么事,你就不能大度一点。 我们以后可是要过一辈子的。 就是啊,嫂子。 眼见我迟迟不点头,叶青舟的那些朋友们立刻纷纷附和。 这些年,叶哥对你怎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真的除了你之外,谁都不爱,我们都会帮忙监督,你就放心吧。 嫂子,你就当可怜可怜新月,答应吧。 劝和的人,几乎每一个都是叶青舟和宋新月共同的朋友。 这一刻,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才是那个拆散了他们两人的罪魁祸首。 如果没有我,或许真像叶千千他们说的那样,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但当初,明明是他叶青舟主动追求的我,也是他当着这群所谓好友的面,向我单膝跪地,求我能够嫁给他。 可现在呢?这群曾经对我送出真挚祝福的人,却都成为了策划这一切,只为逼迫我点头,答应自己未婚夫和别的女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帮凶。 就连那个曾经哭着求我,希望可以和我度过漫长一生的男人,此刻也都变了嘴脸,希望我能够同意他和别的女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既然都已经这样,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好啊,一改方才地嘲讽,我朝着几人露出一抹淡然的笑意。 为了防止他们认为我是在庄,我特意上前几步真诚地握住了宋新月的手。 朝着他善解人意道,你们说得对,是我多虑了。 毕竟,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遗愿,我又能有多硬的心肠,才会摇头拒绝呢? 我特地将将死两个字咬得极重,于是肉眼瞧见面前的宋新月嘴角不自觉地抽出了一瞬,随后便见他掩盖住了自己眼底一闪而过的怨气, 满目感动道,姐姐,我就知道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一点也不是青州哥哥说的那样小气。 那,姐姐到时候能来做我的伴娘吗? 姐姐知道的,我平日里和女孩子处不来,所以,心悦。 听到这里,一旁的叶青州不知为何忽然打断了他的话。 伴娘就算了吧,到时候有千千给你当伴娘,应该也够了。 好啊,我无视了叶青州的婉拒,欣然答应。 似乎没预料到我会同意,宋新月的神情有些惊讶。 毕竟我知道,他哪里是真心想让我去给他当伴娘,从始至终他就是为了恶心我。 而我也一样。 毕竟,若是换作以往这个时候,说不定我早就已经白帘子走人了。 可现在,我这样一反常态,多少给人一种故意装乖,只等着到时候,故意给两人找不痛快的感觉。 即便我最后什么都不做,从今天一直到婚礼当天,都足够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了。 堂堂,叶青州有些无奈地侧过头,似乎想要同我说些什么,可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该犯的件都已经犯完了,我还继续留在这做什么? 借口有事,我提起包便要离开。 临走前,我还不忘善解仁义的童宋新月,推了几家婚庆公司的联系方式。 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不会用。 叶青州连忙追上来要送我,被我抬手拒绝。 不需要,既然事情已经决定了,你还是留在这儿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吧。 毕竟,婚礼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才可以。 说吧,我不再废话,更不想再去看叶青州脸上那令人作呕的为难神色。 若我再多逗留片刻,恐怕会情不自禁,狠狠赏他几个耳光。 可恶,不出酒店,行至不远处一棵梧桐树下,我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彻底爆发。 真是的,叶青州,你真以为自己算哪根葱? 如果早有情愫,你们俩早就在一起了,你以为我是白痴吗?是智障吗? 我把后半生的幸福都堵在你身上,你就这样玩弄我。 渣男,蠢女,你们俩在搞什么悲情虐恋? 当这是在拍电视剧还是电影吗? 我可不想做什么恶毒女二。 你们俩都给我滚到一边去,最好一起消失,别在这祸害人间。 我无法抑制情绪,对着面前的梧桐树发泄着心中的不满,边骂边踢。 想到刚才被一群人逼迫,却只能忍气吞声的窝囊样,我心中的怒火便越烧越旺。 去他的,我不玩了。 我疯狂地举动,引来了路人好奇的目光。 但我毫不在意,踢到腿软,骂到声嘶,心中的怒气却依旧难以平息。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却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转头看到一家便利店,便走了进去。 不一会儿,我走了出来,手里多了一包烟。 但当我刚把一根烟叼在嘴里,才意识到我竟然忘了买打火机。 我真是笨死了。 我低声责骂自己,正准备回去再买,忽然感觉肩膀上多了一只手。 紧接着,打火机的咔哒声响起,一道低沉而略带熟悉的声音传来,用我的吧。 我转头,看着在夜色中跳动的火焰愣了一下。 但最终,我还是把烟凑了过去,点燃了叼在嘴里的烟,吸了一口,吐出烟圈,倒了声泻。 白色的烟雾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眯起眼睛,借助便利店的灯光,勉强看清了面前男人的面容。 她的眼神不羁,带着几分野性,面颊线条分明,鼻梁高挺,嘴唇薄而有力,下巴上的一颗痣意外地为她增添了几分柔和。 怎么会是你?我几乎是本能地皱起了眉头,因为我一眼就认出,面前的这个男人正是刚才聚会上的人之一,叶青州大学时的室友,陆金。 觉得无聊,就先走了。陆金挑了挑眉毛,我似乎感觉到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 说完,她向我伸出手,挑了挑眉毛,借根烟抽? 我这烟,你可能不习惯。 我吐出一口烟,晃了晃手里的廉价烟,语气中满是饥讽。 但话音刚落,她就低头笑了。 趁我不注意,她伸手夺走了我吸了一半的烟,在我惊讶的目光中雕著,猛吸了一口。 然后熟练地吐出烟圈,有些不满地说,确实不习惯。 陆金,你有病吧? 我回过神来,觉得这人真是太欠扁了,一把将她嘴里的烟扔到地上,用力踩灭。 然后,我抬起手,猛地揪住她的衣领,狠狠地说,怎么? 特意跑出来,还想替叶青州劝我什么? 我告诉你,识相的现在就离我远点,我现在火气很大,你再敢来烦我,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我一点都不担心,陆金会把我这副样子告诉叶青州。 毕竟,叶青州和他们一起算计,用道德绑架逼迫我答应他和宋新月的婚礼时,我和他就已经结束了。 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装得这么清纯,就因为他喜欢清纯的,善解人意的,干净的。 我把头发拉直,把原本五彩缤纷的发色染回了黑色,丢掉了高跟鞋和辣妹妆。 这么多年,我戒烟戒酒,戒掉了脏话。 他以为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把我从一个问题少女变成了现在善解人意的白月光。 但事实上呢?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愿意陪他玩这个拯救叛逆少女的无聊游戏。 我原本以为我要陪他玩一辈子,但现在我不想玩了。 难过吗?怎么可能不难过? 委屈吗?怎么可能不委屈? 我眼中泛起一丝湿润,狠狠瞪了陆金一眼。 我松开手,转身要走,但还没走几步,就被身后的陆金叫住。 林一堂,你这就生气了? 怎么?你犯贱? 喜欢被人戴绿帽子。 我没好气地回应,但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 恍惚间,我似乎听到陆金在笑。 笑得很愉快。 我不喜欢戴绿帽子,但我喜欢给别人戴绿帽子。 怎么样?八块腹肌,技术好,要不要试试? 听到这句话,我停下了脚步,然后听到陆金继续说, 林一堂,我知道你不是表面上那么纯凉,忍气吞声这么久,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你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想报复。 我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话让我若有所思,但我还是不明白,陆金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为什么会挑拨我和叶青州的关系? 毕竟,他是叶青州最好的朋友。 我回过头,看着陆金的眼中充满了嘲讽和怀疑。 陆大少爷,你和叶青州的关系,说这些话,不是有点可笑吗? 可笑吗?陆金的表情似乎变得严肃,原本不羁的脸上没有了笑容,但依旧带着几分难以捉摸的笑。 那笑里藏着一些我太熟悉的东西,就像一头等待已久的猛兽,突然看到了机会,开始迫不及待地靠近猎物。 他慢慢向我靠近,我下意识想后退,却被他看穿,伸手拦住了我的腰。 近在咫尺,他的呼吸炙热,眼神带着暧昧,却又异常认真地看着我。 就当我是在翘墙角吧。 他说,林义堂,我太喜欢你这副生气骂人的样子了。 晚上,我没有回家。 当然,我可以肯定,叶青舟也没有回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概晚上十一点,我收到了宋新月发来的照片和短信。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叶青舟担心他会出事,就留在他家过夜,还叫我不要生气,并附上了叶青舟穿着围裙在厨房煮面滴照片。 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叶青舟下厨。 也是第一次知道,平时连碗都不洗,抽油烟机都不会开的人,煮面居然这么熟练。 伤心吗?难过吗? 抱歉,真的没有。 一点伤心难过的感觉都没有。 毕竟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想这些。 因为那个时候,我被一个刚刚表白完的疯狗压在宾馆的床上,累得连手都不想抬。 在认识叶青舟之前,我骨子里就不是什么守规矩的好人。 更不用说,是叶青舟先背叛了我。 都是成年人,谁知道他们孤男寡女在一起,会不会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事来。 更何况,他都要和别人结婚了,凭什么还指望我为他守身如玉? 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体力这么好。 一整晚,把我翻来覆去地折腾,累到睡着了还不放过,硬是把我折腾行。 然后红着眼睛,求我再多骂几句。 咬也咬了,打也打了,踹也踹了。 踹下去几次,又爬上来几次,拉着脚踝,掐着腰,更加用力。 次日清晨醒来,我感到全身上下无处不疼痛,如同筋骨分离一般。 镜中映出锁骨上的牙印,令人触目惊心,我忍不住对身后满脸得意笑容的露金发起了牢骚和痛斥。 可恶,你是属狗的吗?告诉你,不能咬这里了。 你简直就像一只疯狗,根本无法停止。 你这个挨牵刀的,自己倒是痛快了,却把我弄得这么惨。 我愤然抄起旁边的毛巾,向露金制去。 露金却只是耸肩倾笑,几步走到我面前,搂住我的腰,将我拉入怀中,贴在我耳边,声音沙哑,手也不安分地游走。 亲爱的,你知道你骂人的时候有多迷人吗? 再骂几句,我连命都愿意给你。 我,可恶。 他竟然真的被我骂得心花怒放。 叶青州和宋新月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底。 周末,宋新月预约了婚纱店是婚纱,也顺便邀请我试穿伴娘服。 我迟到了,按照店员的指引找到他们时,看到的是穿着新郎礼服的叶青州,正向穿着婚纱的宋新月展示戒指,单膝跪地。 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的宾客不止我一个。 前几天和叶青州共进晚餐的好友们,几乎都到齐了。 此刻,每个人都在哄闹,这场景宛如数月前,叶青州向我求婚时一样。 连说的那句话都如出一辙。 新月,你愿意嫁给我吗? 纠缠周靖然的第四年,我家破产了。 她的白月光趁机说正好让她吃点苦头,磨磨她娇气的性子。 周靖然听了她的话,将我丢在了一国街头。 四个月后,伤痕累累地我回到京城。 所有人都以为,我仍会继续缠着周靖然不放。 我却主动避开她,还回她的礼物。 彻底与她划清了界限。 周靖然与朋友笑谈,总算甩掉了这个狗皮膏药。 可我离开京城那天,她却失魂落魄追到了机场,颤声哀求我。 初念,你留下来,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 我蜿蜒一笑,指了指自己威龙的小腹,周靖然你看,我们还怎么像从前那样。 带着满身伤回京那天,周靖然的助理来机场接的我。 我到的时候,包厢里气氛正热闹。 刚走近,就听到周靖然的声音,徐初念到室友长进了,瞧着安分手挤了不少。 他这娇气的性子,早该好好磨磨了。 将女神说得没错,初念家现在破产,她也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了。 再像从前那样骄纵,谁还让着她? 就是可怜了靖然,人更要缠着你不放了。 周靖然鸡翘笑了一声,我能不知道。 她就一狗皮膏药。 她话音落定那一瞬,正好看到了推门进来的我。 原本嘻嘻哈哈说笑的众人,也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从他们眼底看到了震惊,意外,不敢置信。 四个月前,那个艳光四射,娇纵无比的千金小姐。 如今却憔悴,消瘦,宛若刚从地狱逃生的难民。 一向大放得体的姜若关切开了口,初念,你怎么搞成这样了呀? 快进来,可我站着没有动。 也没像从前那样,看到姜若坐在周靖然身边。 立刻就把不高兴写在了脸上。 然后三言两语就被姜若激怒,气哭,和周靖然大吵大闹。 好好的聚会总会不欢而散,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想到这些,我只觉可笑。 你处在那干什么?还不进来。 周靖然皱眉看着我,脸上的神情,是我熟悉无比的厌气和不耐。 我垂眸,狠淡地笑了笑。 周靖然,谢谢你让林助理去机场接我。 徐初念,我今天过来,是想把这个东西还给你。 我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了过去。 那是一条普通的奢牌项链。 也是这么多年,周靖然唯一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很喜欢,很爱惜,只在过生日那天才舍得拿出来戴。 可现在,我不要了。 周靖然没有接,冷着脸坐在那里,唇角抿得很紧。 我迟疑了一瞬,将那盒子放在了一边的桌子上。 初念,你的手,离我最近的一个女生,小小惊呼了一声。 周靖然的视线立刻落在了我手上。 手背上满是均烈的伤痕,原本娇嫩的指尖,磨出了很多血泡。 又结了硬家,扭曲变形,丑陋不堪。 我将手缩回衣袖,再次抬头,看向周靖然。 周靖然,今天来,还有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她的声音冷得让人心悸。 这些年缠着你,你很烦吧? 我对她歉意地笑了笑,过去是我不懂事太任性。 我向你道歉,以后再也不会了。 说完,我没有再逗留,转身向外走去。 走出房间时,周靖然却喊住了我。 徐初念,你最好说到做到,别满嘴谎言,自己打脸。 我的脚不顿了顿,没有回头。 好,家里出事难晚,我还在国外。 最疼我的爸爸没能就回来。 没多久,妈妈清算了所有资产。 直接去美国,投奔了舅舅。 留给我的,只有这一间小公寓。 我并不怨恨她抛下我,反而感谢她,没让我流落街头。 这张床很小,但比在国外七八个人,几亿间地下室。 不知好了多少倍。 我睡了这四个月,最好最香的一觉,直到门铃声把我吵醒。 猫眼里看到周靖然时,我有些意外。 但很快想起,她有一套房子也在这里。 我打开门,不等她开口,就说道,抱歉,我马上就搬走。 这间公寓,我会挂中介卖掉。 徐初念,你什么意思?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说了这些话后。 周靖然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无比。 我今天就搬,保证不会再让你看见我。 我说完,拿了手机就联系中介。 电话刚拨通,周靖然忽然夺过手机,狠狠摔在了地上。 欲擒故纵这样的招数,你玩了四年了,还没玩够? 卖房子搬走。 然后在大半夜流落街头,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救。 最后顺理成章搬到我那里,是不是? 徐初念,你能不能有点长进,能不能别耍这些花招了? 我看着地上四分五裂的手机,一阵心疼。 那几个月,填饱肚子都是奢望。 这个手机,还是回国的时候,老板娘看我可怜,送给我的二手机。 我蹲下身,试图捡起那些碎片。 周靖然拿出钱家丢给我,去买一个新的,我赔给你。 省得你有借口再缠上我。 他说完就摔门走了。 我看着地上的钱家,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最后,我还是买了一支最便宜的手机。 他说的没错,两部巷嵌最好。 我打电话给林助理,让他来拿走周靖然的钱家。 徐小姐,我很抱歉,这会儿真的走不开。 能不能麻烦您将钱家送到公司? 我想了想,好,我一会儿就送过去。 林助理挂了电话,看向站在落地窗前的周靖然。 虽然不太明白周靖然为什么示意他这样说,但他却能隐隐感觉出来。 周先生好像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样讨厌徐小姐。 要买了吗?买好了,都在这里了。 林助理赶紧把纸袋递了过去。 都是些制外伤和除疤的药,一看就是给徐小姐准备的。 周靖然点点头,你出去吧。 大约四十分钟后,前台的电话打到了秘书办。 林助理敲门进来,小心翼翼开口。 周先生,徐小姐寄了铜城快送过来, 他话音还未落定,书桌上的玉石阵纸忽然被人狠狠摔在了地板上。 林助理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 片刻后,周靖然却又笑了一声, 行啊,几个月不见,他还真是长能耐了。 房子挂到中介那里后,我就暂时找了一家便宜的酒店住了下来。 周靖然没有再找过我, 却一反常态,异常高调地和江若出双入队。 时不时地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念念,你是不是和周靖然闹别扭了? 江女神是不是要嫁给周靖然了? 听说他们昨天去看了对界,我一概没有回应。 只是在看着镜子里自己微微凸起了一些的小腹石, 又给中介打了电话,将房价降了五万块。 我想要早些离开京城,永远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 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意外中的意外。 等我察觉的时候,他已经三个月大。 医生说,胎儿已成型,发育得特别好,长出了小手小脚。 当时我躺在那里,眼泪忽然就涌了出来。 但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拿掉它。 只是也许是天意,准备做手术的时候。 不知哪里又起了动乱,远远传来爆炸声, 随后整个医院都断了电。 这个孩子就这样留了下来。 我安慰自己,至少他的父亲是个很英俊的东方男人。 周静然把我扔在那个动乱的异国。 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女人,会招来怎样的灾祸,不言而喻。 是被卖到红灯区当最低贱的战阶女, 最后染疫身病死掉。 还是跟一个男人走。 在我大声用中文向他求救时, 就已经接受了命运下一步的安排。 而在他对我伸出援手时, 命运的轨道就已然彻底偏离。 我肚子里宝宝的亲生父亲, 是那个良知未敏, 英俊有钱到令人发指的东方男人。 总好过是周静然。 这又何尝, 不是命运给我的一丝怜悯馈赠。 房子卖掉那天, 我接到了姜若的电话。 初年, 我已经决定答应静然地求婚了。 祝福你们。 订婚那天, 我希望你能来, 可以吗? 抱歉。 你还放不下吗, 初念。 江若似乎是可怜我, 语气很温柔, 有些东西是强求不来的。 不过, 你现在倒是比从前聪明, 知道已退为进了。 但是, 没用的初念, 竟然只听我的, 他心里也一直只有我一个。 你看, 我一句话, 他就把你扔下了。 江若, 你到底想说什么? 电话那段安静了一秒, 徐初念, 我决定回头了, 所以, 我想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别再纠缠尽然了。 我纠缠了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你这么爱他, 怎么可能会放手, 更何况, 你家还破产了? 既然他心里只有你, 只听你的, 那你在害怕什么? 江若半天没有说话, 我就挂断了电话。 几秒钟后, 我收到了一条语音。 周静然的声音, 慢卷又不屑, 总算甩掉了这个狗皮膏药。 这辈子都没这样轻松自在过。 恭喜周总, 重获自由。 哈哈。 我笑了笑, 关掉了手机。 离开北京那天, 是个雾霾很重的阴天。 我拎着箱子, 从出租车上下来, 走入机场大厅。 却听到了远处传来 引擎轰鸣的巨响。 我下意识地回头, 那辆无比熟悉的车子, 正向我所在的方向, 急迟而来。 我握紧箱子拉杆, 转身大步向前走。 徐初念。 周静然从车上下来, 几步追上了我。 徐初念。 他紧紧拽着我的手臂, 尾音都在轻颤, 你要去哪? 我平静地看着他, 周静然, 松手。 他眼底阴晕着一片红, 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的。 初念, 你留下来,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 我松开握箱子的手, 后退一步, 缓缓解开了大衣的衣扣。 北京冬天的风真冷啊, 瞬间整个身子都被冷风吹透了。 我的腰身仍纤细着, 但小腹却有了些微的隆起。 周静然的视线 一寸一寸往下滑, 最后, 僵硬地定格在那里。 我却蜿蜒对他笑了, 周静然你看, 我们还怎么像从前那样? 方才还在呼啸的风, 好像突然被人按了暂停。 周静然就那样站着, 不知过了多久, 他方才缓缓抬起一双通红的眼, 看向我, 初念, 为什么会这样? 我龙锦大衣, 抬手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 你问我, 我笑得很平静,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 不是这样的初念, 我虽然把你丢在了那里, 但是姜若说了, 他有亲戚在那边, 他已经让那人去接你了。 他说, 你太娇气, 不知人间极苦, 这样的性子将来怎么嫁人? 我当时被你缠得太烦了, 脑子一热就答应了下来。 但我并不想伤害你, 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 以后回国不要再纠缠我, 初念, 姜若的亲戚没有去接你吗? 我脸上的笑, 在寒风中渐渐消散, 他去了。 周静然末地松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 姜若做事向来大放周全, 但你知道他的亲戚是做什么的吗? 周静然正了正, 初念, 摄黑, 走私, 无恶不作。 我默默地看着周静然, 空洞的同人里映出他瞠目结舌的, 可笑的嘴脸。 为了从他手里逃出去, 我差点死掉, 证件, 手机, 钱包, 全都丢了。 我饿得只能和乞丐抢食物, 晚上睡在桥洞里, 几次都差点被人强暴, 最后又被人盯上, 要把我迈到红灯区, 眼泪在那四个月里, 早就流干了, 但也许是此刻的风太大, 太冷, 我的眼眶刺痛难当, 当时唯一对我伸出援手的, 就是他, 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生父亲, 别说了, 初念, 别说了, 周静然的脸上一片痛楚之色, 他上前一步, 扣住我的手腕, 我带你去医院, 初念, 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不能留, 为什么? 他不敢看我, 声音低沉色哑, 你拿掉孩子, 过去那些事,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 初念, 我会好好对你, 你妈妈去了美国, 你在国内没有其他亲人了, 你还跟着我, 以后我来照顾你, 周静然, 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初念, 你别犯傻, 你怀孕的事, 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安排私人医院, 你把孩子打掉, 这件事我会帮你保密, 你的名声不会有任何影响, 然后呢, 我故意问他, 你会娶我吗? 周静然明显正了一下, 他垂眸, 唇脚紧绷, 似是挣扎了很久, 方才做了决定, 初念, 你家如今这样的处境, 长辈不可能同意,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不管你,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周静然, 我滴滴叫了他的名字, 甚至在他抬头看我那一瞬, 轻轻对他笑了笑, 你知道现在我最庆幸的是情是什么吗? 是什么? 庆幸, 我没有跟你发生过任何关系, 庆幸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 初念, 周静然眼底的神情, 是掩不住的慌乱, 我向后退了两步, 别再来找我, 别让我后悔, 自己喜欢过你这样的人, 我拉过箱子, 转身就走, 周静然却又追了上来, 初念, 你如今这样能去哪? 你从小到大, 食指不沾阳春水, 离开北京离开我, 你怎么生存? 我豁然转过身, 松开行李箱, 摊开伤痕累累的一双手, 在周静然面前, 就凭着双手, 徐初念饿不死, 周静然眼神正正, 整个人抖得厉害, 我没见过这样的他, 圈子里他是最爱玩, 最魂不吝的一个, 不管走到哪儿, 都是最娇精, 最桀骜不驯的公子哥, 年少无知时, 我不止一次偷偷祈祷, 祈祷周静然能喜欢我, 对我好一点, 祈祷将若离周静然远远的, 不要再回来, 搅合我俩的关系, 祈祷能嫁给周静然, 但凡他哪天对我笑一笑, 态度稍微好一点, 我就会忘了所有委屈和眼泪, 继续巴巴而地围着他转, 不厌其烦, 不知疲倦, 现在他开始放不下我了, 他开始求着我不要走了, 他的眼中终于也有我了, 但我却只觉得可笑, 只觉得说不出的厌恶, 恶心, 初念周静然想要握我的手, 可在快要触碰到我那一瞬, 他却又停了动作, 他的手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的手, 曾经我的手也是这样的, 但现在, 指关节扭曲, 疤痕累累, 磨出的血泡, 成了丑陋的茧子, 他不漂亮了, 但却更有力量, 原来养在温室里的花, 离开了温室, 也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拖着箱子走入机场大厅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小腹有些不适, 也许是方才的争执, 引起的情绪波动太大, 也许是这些日子身体耗损太严重, 实在附和不住了, 一股温热的暖流涌出时, 我眼前一阵一阵的天旋地转, 整个人忽然就软软地向地上倒去, 最后的意识里, 有很多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纷乱成了一团, 只是很快,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无踪, 成了死水一样的境界, 在睁开眼时, 入目是一片刺眼的白, 底端满是消毒水的味道, 身侧的仪器发出滴答的声响, 我下意识地想要抬手去摸小腹, 却被一只温软的手轻轻制止了, 徐小姐别担心, 孩子没事, 你是? 我正正看着面前的中年女人, 她相貌平平, 但眉眼慈爱, 身上的衣饰风格有些奇怪, 普通话也别搅, 我隐隐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却又一时想不起, 孟先生已经知道了, 正在来内地的飞机上, 女人帮我噎了噎背脚, 又温声问, 要喝点水吗? 我点点头, 混沌的脑子好一会儿, 才迟钝地清醒过来, 孟先生难道是她? 可是, 当初明明是说好的, 再不相见, 再无瓜葛, 是了, 我有了身孕, 无形中就坏了规矩, 我不知这位孟先生的身份来历, 但仅从她穿着出行与日常用度就能揣夺出, 她的背景和出身绝对深不可测, 当日, 事后清晨, 她在穿衣离开时, 曾淡淡问了我一句, 要不要以后跟着她, 在当时的境况下, 跟着她不斥于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但我拒绝了, 我不想再做一个惹人厌的寄生虫, 她被我拒绝, 倒也没难为我, 甚至还给了我一笔钱, 但我并没要, 她就我一条命, 我陪她一夜, 勉强也算扯平, 此后三个月, 我再没见过她, 却在颠沛流离中吃尽了苦头, 一点点地学会了怎么谋生, 怎么精打细算的花钱, 也学会了察言观色, 不再骄纵无脑, 最累最苦的时候, 也大哭过, 后悔过, 累得爬都爬不起来时, 甚至也想过回头去找梦境招, 但最终还是咬牙撑了过去, 一时靠男人, 一辈子都低人一头, 徐家破产了, 此后我不再是什么千金小姐, 如果还带着一身公主病回去, 怕是后半生都要仰仗他人才能生存, 可我不想再过这样的人生了, 阿姨照顾我喝了水, 吃了东西后, 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不踏实, 甚至最后还梦到了孟先生, 他就那样姿态闲适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拿喷枪点依制雪茄, 我被庸人带进去, 站了好一会儿, 他方才抬头看了我一眼, 徐初念, 孟先生, 他生着一双淡漠薄情的眼, 看着人的时候, 仿佛总是隔着一团化不开的雾气, 明明他就近在咫尺, 却又好像隔了万水千山一样远, 梦里面, 他喊了我的名字后, 就不再说话, 直到那只雪茄抽完, 我后背的衣衫都湿透了, 梦里面, 我的肚子有些大了, 但身子仍虚弱得很, 站得久了就要撑不住, 在我摇摇欲坠时, 他才缓缓开了口, 谁给你的胆子, 偷怀我梦境昭的肿, 梦先生, 我没有, 您准备的药我都吃了, 不信您可以调监控, 我急急地辩驳, 但他好似全然不信, 只是倦带的白白手, 是一保镖将我拉出去, 梦先生, 梦先生不要, 我大声哭喊着求他, 竟就这样从梦中哭醒了, 迷迷糊糊睁开眼时, 口中还在不停喊着梦先生, 做了什么噩梦, 哭得孩子一样, 模糊的视线里, 映出一张男人英俊的脸, 完完全全的东方面孔, 同人却是琥珀色, 普通话说得不太标准, 但声线低沉特别好听, 他穿一套枪脖领的黑色手工定制西装, 坐在我的床边, 正拿着手帕, 帮我擦去梦中哭出的眼泪, 这画面离奇古怪, 却又莫名和谐, 我呆呆看着他, 忘记了哭, 梦先生, 是我, 他将湿透的手帕搁在一边, 温声硬了, 我回过神, 心急地就要坐起身, 梦静昭却抬手按住我, 躺着, 我顾不得其他, 急急解释, 梦先生, 那天您留的药我都吃了, 您可以问房子里的庸人, 也可以调监控,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怀孕, 当时知道有身孕后, 我第一时间就去了医院, 但是遇到爆炸袭击, 整个医院都断了电, 手术就没做成, 我知道对于梦静昭这样身份地位的男人, 最好是一个字的谎言都不要说, 现在您可以让医院立刻安排手术, 如果您不放心, 可以亲自等到手术结束, 徐初念, 他忽然开了口, 就如梦中那样, 用着清淡却又低沉的嗓音, 喊出我的名字, 只是梦里面他的声调带着倦怠的不耐, 而此时却是温和的, 我信佛, 不杀生, 梦静昭说到这里, 视线再一次落在我脸上, 那双薄情的淡漠的眼, 却随同温和的声调, 也有了浅淡的柔色, 更何况, 他还是我的骨穴, 他微轻深, 长指拂过我额上湿透的额发, 好好休养, 别胡思乱想, 梦先生, 他手指一开, 站直了身子看着我, 那双眼仿佛永远不卑不喜, 没有任何的情绪, 除非, 你真的不想要他, 出院那天, 梦静昭第二次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徐初念, 跟不跟我, 但这一次的我, 没有像上次那样痛快给出答复, 他穿着简洁利落的黑色大衣, 身后跟着保镖和助手, 明明是个看起来眉眼清淡温和的人, 就连说话都不疾不徐, 永远波澜不惊, 但却偏生站在那儿就让人心声巨异, 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傻乎乎心思单纯的徐初念了, 跟他走, 可以遇见的是锦衣玉食和下半辈子无忧, 更可以遇见的是龙中鸟和提线木偶一样的人生, 但他这样看着我的时候, 那清润温和的眉眼却又让我生出不该有的妄念, 好似他这句询问总也带着那么一二分的真心, 拒绝的话竟吞吐了许久方才说出口, 梦先生, 我很感谢您, 但真的很抱歉, 我不能跟您走, 我话出口那一瞬, 感觉周遭的空气好似都静谧了下来, 他身后乌鸦鸦站着的那些人, 摒弃宁神, 低眉垂眼, 连呼吸声都不可闻, 我也不由紧张起来, 掌心渐渐失年一片, 那好, 梦静昭的声音将这难挨的平静敲碎, 他脸上神情不变, 仍是看不出喜怒的平静, 只是辛苦你了, 我忙摇头, 不会的, 您不用担心我, 梦静昭微汉手, 钱够用吗? 够的, 有什么难处, 记得找我? 徐初念, 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忙到, 梦先生, 我会的, 我不会犯傻的, 好, 梦静昭最后看了我一眼, 就转身上了车, 我目送车子远去, 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才轻轻辅了辅小腹, 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 车子驶出医院很久, 一直沉默不语的梦静昭忽然开了口, 阿月, 我看起来很可怕吗? 低难了一句, 有了孩子, 他还是不肯跟我, 阿月进了声, 实在不知怎么接话了, 那天, 徐小姐大声求救, 她以为梦先生只是一时动了善心, 才出手救人, 哪怕将人带回了家, 阿月也并未多想, 梦先生独居这么多年, 不要说梦家的老太太都快疾疯了, 就连他们这些身边人看了也心疼, 可没成想, 人家姑娘宁愿出去吃苦, 都不愿留下, 阿月自己也是苦出身, 但那些天, 看着徐小姐混迹在贫民窟摸爬滚打, 为了一日三餐拼命干活, 双手磨出血泡石, 阿月也不免动容, 徐小姐出生就在锦绣堆, 打小怕事都没洗过一个碗, 却能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泪, 怎能不让人叹服, 大约也正因为徐小姐这份坚韧执拗, 反而让先生越发上了心, 才一路让人暗中护着她, 又挑了最幸重的人, 跟着她回国, 后来徐小姐差点小产的消息传来, 先生是从谈判桌上直接走人的, 这一路封尘, 众人都看在眼里, 就连阿月都以为, 以后孟家要多一个女主人了, 不成想, 徐小姐仍是不肯走, 阿月想试着安慰一句, 却又笨嘴捉舌说不出, 只是看着沉默不语的先生, 阿月心里也难受了起来, 先生, 实在不行, 我去把徐小姐绑来吧, 孟静昭抬眸看了阿月一眼, 阿月, 谁都不能动她, 可是先生, 阿月有些急, 急到几乎忘了规矩, 他乐意这样, 就随她高兴, 先生, 别再说了, 孟静昭合上眼, 阿月只能不甘不愿闭了嘴, 从医院离开时, 我忽然接到了傅寒生的电话, 圈子里不喜欢我的人很多, 但傅寒生对我还算过得去, 他年纪长我几岁, 平日里也会对我照拂一二, 我和周静然虽然已经闹翻决裂, 但对傅寒生, 却仍随了从前称呼, 寒生哥, 您找我有事吗? 初念, 你这会儿方便过来一下吗? 我沉默了一瞬, 寒生哥, 有事您就在电话里说吧, 周子和姜若吵起来了, 他打了姜若, 我倒是有些意外, 毕竟这么多年, 姜若在周静然那里, 可是女神一样的存在, 如今, 周静然还要娶她, 怎么突然舍得对她动手呢? 姜若哭着闹着要跳楼, 周子也拉不住, 寒生哥, 那我过去又能干什么? 周子逼着姜若亲自给你道歉, 我忍不住笑了, 真不用了, 姜若火上浇油是有错, 但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更何况, 如果不是我纠缠四年, 让人不胜其烦, 又怎么会招来这样一场祸端? 初念, 其实周子心里是有你的, 寒生哥, 别再说了。 这样的话, 如今听在耳中, 真是荒唐到让人作呕。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挂了。 初念, 我挂断了电话, 只觉身心俱疲, 本想连夜离开, 但身体实在撑不住。 医生也说了, 我还需要每周来医院检查保胎。 想了想, 干脆在医院附近 订了一家便宜的酒店。 酒店刚订好, 傅寒生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初念, 周子受伤了, 挺严重的。 照片上, 周竟然颓然坐在沙发上, 捂着额头。 鲜血从他的指缝中汹涌一出, 半张脸都是血。 如果是从前, 我一定心疼地直哭, 早就不管不顾, 冲到了他身边去。 可现在, 我也只是很平静地回了一条信息, 送医院吧, 确实挺严重的。 初念, 周子不肯去, 我没再回复。 片刻后, 有个陌生号码给我打了电话, 我隐约猜到是谁, 所以没接。 这之后, 手机就安静了下来。 回酒店后, 我简单洗漱后就躺下了。 第二日睡到九点钟才睁开眼, 手机上有几条信息, 是江若半夜两点发来的。 徐初念, 你满意了吗? 周静然不肯娶我了, 都是因为你。 这一巴掌, 我一定会亲自还给你。 我只觉得这人病得不轻。 如果真要算账, 江若又该挨多少个巴掌? 干脆将这些号码全都拉黑了, 就连富含生的也没有除外。 只是再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我又遇上了周静然, 他应该是专程在这里等着我的。 迎面遇上, 我倒也没有避讳, 对他点点头, 就往电梯走去。 周静然头上缠着绷带, 看起来挺狼狈, 也不说话, 就那样默默跟在我身后。 挂号, 检查, 拿药。 我有些累, 在长凳上坐下休息。 周静然几次看着我, 欲言又止, 好一会儿, 才开口叫了我。 初念, 那个男人不要你们, 是不是?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周静然正正看着我, 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初念, 你跟我吧,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帮你养。 我原本不想在他身上浪费半个字眼, 但此时听到他这一句, 倒是被气笑了。 我抬眸看着他, 周静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那天都看到了, 初念, 你被那些人带上车送到医院, 连我都没能靠近。 韩生哥说, 那个姓孟的男人背景深不可测, 不是好人, 你惹不起。 如今看来, 和我想的没差, 他不要你, 也不要孩子。 可是初念, 我们毕竟从小就认识, 我也不忍心, 看着你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我给你一套房子, 过到你名下, 以后你和孩子的所有花销, 我都负责。 周静然, 我了解你, 你不会平白无故大发善心, 说吧,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初念, 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他走到我面前, 蹲下身来, 与我平视, 我要你仍用从前那样的眼神看着我, 仍像从前那样爱我, 永远陪着我。 孩子你想留, 我也不会介意,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我看着面前的周静然, 退去了桀骜和自负, 他此刻就像是讨要糖果的小孩子一样可怜。 可是我的心连一丝连衣都没有。 周静然, 我垂眸望着他, 那个爱你, 想要永远跟着你的徐初念, 四个月前就死在异国了呀。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初念, 我发誓我会对你好, 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周静然, 我心里对你一丁点的欢喜都没有了。 你最了解我的, 我不喜欢的人, 一眼, 我都不想多看他。 他脸上的血色都退尽了, 却仍不肯罢休, 你不喜欢我, 还能喜欢谁? 那个不负责任抛弃你和孩子的男人吗? 徐初念, 你知不知道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富不祥的孩子, 将来会有多艰难? 艰难吗? 死我都不怕, 我会怕艰难怕吃苦。 所以, 你还是怨恨我把你抛下是不是? 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 他抓着我的手不肯放, 情绪渐渐激动。 我不想和他在医院这种地方发生争执。 就随口应了一句, 那你让江若把我受过的罪都受一遍吧。 如果我能做到, 你就会回来是不是? 我推开他站起身, 拢紧了大衣向外走, 再说吧, 周静然怎会舍得让江若也从地狱走一遭呢? 所以, 说完这些话, 我也就完全没放在心上。 认识这么多年, 每一次和江若杠上, 我从来没有赢过。 周静然永远偏心他, 这一次, 大约也一样。 但我, 早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事难过伤心了。 接到孟先生的电话, 是在一周后的黄昏。 我正在小区外面的广场散布消失,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喷泉, 不知哪里飞来了一群鸽子。 孟静昭低沉的声线响起, 歌群恰好起飞。 歌哨声响, 黄昏的云彩被日光的余晖染得五颜六色。 我在长凳上坐下来, 莫名觉得心底平和安静。 徐小姐, 有件事可能要麻烦你。 孟先生您说, 下月我要出门一趟, 有件事需要我亲自去处理。 孟静昭仍是那样不疾不徐地声调, 如果我能平安回来, 那我会如约定那样, 不打扰你和孩子的生活。 但如果我回不来,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 所以徐小姐, 你愿意带着孩子留在孟家吗? 我只感觉像是有人紧紧攥住了我的心脏。 在快要难以呼吸的那一瞬, 我忽然就问了出口, 孟先生, 是有什么很凶险的事吗? 你别怕, 只是一些私人恩怨, 不会牵连到你和孩子。 还有, 我只是询问你的意见, 如果你不愿意, 初念, 我仍不会勉强你。 孟先生, 我明日还要去医院做一次检查。 电话那边沉默了很短的两秒钟。 好, 抱歉打扰了你, 所以, 孟先生, 我可能要等到后天才能动身。 您可以让您的人, 后天来接我吗? 我的耳边传来信号断续的细微声响。 那声响中, 孟静昭的呼吸, 好似不复之前那样平稳。 我斧着微龙的小腹, 唇角却不知为何轻勾了勾。 后天上午十点, 可以吗? 可以。 那就这样说定了, 初念。 好, 孟先生, 那就这样说定了。 结束通话的时候, 他这边是深夜两点, 冷肃的风吹过来浓烈的血腥气, 也将他从那难得可贵的温情之中拉回现实。 孟静昭收起手机, 方才通话时脸上的温和情绪早已荡然无存。 他不疾不虚, 缓缓走下台阶, 走到跪在那里陡如筛糠的男人跟前。 男人的视线里, 先是一双争亮的皮鞋, 可那跪得令人扎舌的皮鞋上, 却溅上了血。 他惧怕得两股战战, 将身子扶得更低, 以头撞地, 连声求饶。 孟先生, 孟先生, 您饶了我这一次, 我再不敢了, 下颚猛地被鞋肩挑起。 男人煞白着一张脸, 抖抖颤颤地抬起眼。 冷月之下, 孟静昭那双眼, 却比这月色还要疏冷几分。 我说过的, 跟着我的人, 不该碰的东西, 谁都不准碰。 孟先生, 江陆华, 你非但碰了, 你的人还打伤了三个警察。 孟先生, 求您, 我再也不敢了, 我发誓, 我自断一臂向您发誓, 晚了。 阿月, 把他送警察局吧。 孟先生, 男人大惊, 他的罪, 送警察局只有死路一条。 想想你的老婆孩子。 男人瞬间就安静了。 孟静昭走出院子, 身边人递来温热的毛巾。 他仔细擦拭双手, 弯身上车时, 仍是平和的声调, 将这里处理干净。 他后天要来, 不要吓到他。 孟静昭的宅邸, 占地巨大。 数个花园万种风情, 四季都是不同的景致。 如今是冬日, 但园子里却依旧繁花似锦。 白色的建筑群错落有致, 他带我去的, 仍是位于一号楼的主宅。 占据整个二层的主卧套房, 仍和那天晚上的布置一样。 推门进去那一瞬, 我的脸就微微红了。 孟静昭接了我的箱子, 让佣人出去。 你休息一下, 然后去洗漱, 我来收拾。 孟先生, 我自己来就可以的, 你怀着孕, 已经很辛苦了。 孟静昭握住我的手, 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我看着他打开行李箱, 开始规制行李。 外穿衣服和一些用品尚且好说。 但他开始整理我的贴身衣物时, 我到底还是坐不住了。 孟先生, 我起身, 孕后难得一次身姿无比灵活, 从他大手里抢过了自己的内衣。 也许是我脸太红的缘故, 孟静昭没再勉强。 我飞快地整理好内衣, 甚至没有注意到, 孟静昭的贴身衣物也在那个抽屉里。 我去浴室洗漱的时候, 自然也不知道。 孟静昭站在巨大的衣帽间里, 站了很久。 然后, 对着那衣柜里除却黑白灰之外的斑蓝色彩, 眼底一点一点地盈满了笑意。 我对孟静昭了解得极少, 只是在我看来, 他应该是个出身极好, 然后生意做得很大的正派人。 所以起初, 我并未将他电话里说的那些话, 想得有多严重, 直到吴易中从阿岳那里听说, 他这一次要去的是墨西哥, 要打交道的, 是最穷凶极恶的那一类人。 那些人背着孟先生碰了绝不能碰的事情, 如今先生要善后, 要干干净净地退出来, 不知有多麻烦, 多凶险。 不过徐小姐, 您真是我们先生的福星, 您肚子里有了我们先生的孩子, 可是天大的好事, 如果真有什么不测, 好歹我们先生还有个骨血流在世上, 阿岳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我看着他哭, 心里也难受起来, 不知不觉就跟着掉了泪。 孟静昭恰好回来, 见阿岳惹哭了我, 难得地动了怒。 你别骂他了。 我扯了扯孟静昭的衣袖, 红着眼看他, 孟先生, 今晚你陪陪我和孩子吧。 来到这里的前几日, 二楼的主卧都是我一个人睡的, 孟静昭住的客房。 说起来, 我们只不过短暂见过几面, 虽然有过床子之欢, 还有了孩子, 但真论起来, 却也根本不算熟。 所以, 当孟静昭穿着睡袍, 将我搂到怀中时, 我的肢体仍有些僵硬, 但他只是扶开我额上的发, 在我眉心稳了稳, 就在没有任何让人不适的举动。 黑暗里, 我握住他的手, 放在了我的小腹上, 孟先生, 你摸一摸宝宝吧。 他的呼吸在那一瞬间放轻, 好一会儿, 才恢复之前的节奏。 他的手掌干燥温热, 轻抚着隆起的小腹, 我渐渐就有了睡意。 初念, 快要睡着的时候, 孟静昭忽然在我唇角印下一吻, 对不起, 念念。 我当时太困, 没有问他为什么这样说, 而后来, 一直到他离开, 也忘了去问缘由。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的孩子 已经快要上小学时, 他才在一次酒醉后, 对我吐露了真言。 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的意外与巧合, 不过是有心之人, 为他喜欢的人, 一步一步铺好了所有的路而已。 孟静昭去墨西哥的前夜, 依然留宿了主卧。 那时候, 我已经快五个月的身孕, 许是心情放松, 日常调养又用心。 曾经亏损严重的身子, 也补回来了大半, 身上脸上都长了肉, 看起来有些孕妇的样子了。 其实这些天, 我能感觉到孟静昭的煎熬, 他毕竟正值盛年, 身强体壮, 而我就算是怀着身孕, 身材也没有走样, 反而调理的皮肤水润, 气色极好。 我孕妻试睡, 但偶尔也能迷迷糊糊听到 孟静昭半夜起来 去浴室冲水的动静。 所以那天晚上, 他吻了我, 如常道晚安的时候, 我回应了他, 又抱住了他。 没有人知道, 我经常会做一个梦, 梦里面不是那几个月 辛苦煎熬的日子, 反而常常都是我们出狱那一瞬。 我拼命挣扎, 大声用中文对他呼救。 他有着全场唯一一张东方面孔, 被无数人簇拥着。 其实, 我并未抱希望, 救命的稻草往往并不能真的救命。 但他却停了脚步, 回身看向狼狈不堪的我。 然后, 对身侧的人说了一句什么。 很快, 抓着我的那些人都吓得松开了手。 我紧紧抱着自己, 想要拼命遮挡, 破碎衣服下的身体时。 厚重的男士大衣, 却落在了我的肩上, 将我整个人笼罩。 然后, 他对我伸出手, 那只手修长有力, 晚上套着一串檀木珠子。 那一刻, 我以为自己遇到了心软的神。 念念, 不要撩拨我。 孟静昭捉住我的手。 为什么不可以? 孟静昭无奈轻笑, 吻了吻我的指尖, 明知故问。 快五个月了, 医生说可以。 我忍着羞涩, 带着胆子看他的眼眸, 还是, 你不想, 不愿意。 我怕伤到你和宝宝。 他的手掌落在我的小腹上, 轻叹, 快睡觉, 听话。 我终于还是一开视线, 将滚烫的脸贴在他心口处。 孟先生, 医生说, 只要不剧烈, 没有事的。 我说完, 他没有应声, 但明显揽着我的手臂, 渐渐肌肉绷紧如实。 我咬了咬牙, 在他怀中翻过身去, 我在网上搜了, 这样就不会压到肚子。 徐初念, 滚烫地吻, 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后颈和肩背。 孟静昭的声音都嘶哑了, 谁教你这样勾男人的。 网上好多呢, 他低下头, 前拳吻在我耳边。 不舒服了就告诉我, 告诉你, 你会停吗? 我也不知自己哪里来的胆子。 更不知, 原来骨子里也有这样顽劣的一面。 只是说完之后, 又安纯一样地缩成一团。 后悔了。 孟静昭自后紧抱着我, 在我耳边色哑了声音, 不会。 但是初念, 我会更温柔一点。 要命。 他大概不知道, 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就不知不觉沉溺于了他的温柔。 孟静昭走后第二周, 我出门散心, 意外遇到了姜若。 而他看到我时, 静一反从前的高高在上, 抓着我的手, 求我救救他, 送他回国去。 我这才恍然, 周静然之前在医院答应我的。 竟不是一句玩话。 只是, 江若那个亲戚在这里也算小有势力。 难道没庇护住他? 后来阿月告诉我, 江若那个表叔江陆华, 判了死刑。 初念, 我求求你了, 江若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腿, 再次哀求。 我低头看着他, 江陆华去坐了牢, 江若的日子又怎能好过。 他被周静然, 气在这一国他乡, 正如当初的我一样。 只可惜, 他并没有和我一样的好运气。 能遇到孟先生, 阿月原想将他赶走, 但我俯着隆起的小腹。 心中想的却是江若是坏, 但却也罪不至死。 当初跟周静然提出那样的要求, 是有煽风点火的成分在。 但若真说要怨, 周静然才是最该被怨憎的人。 就当为了父中孩子和他的父亲, 击福了。 就算梦境招骗了我一些事, 但我还是只想他平安回来。 而且, 我可不想当一个有钱的年轻寡妇, 阿月给他家人打电话吧。 我瞧一眼江若, 他想来受了不小的惊吓。 精神看起来都有些异常了, 真是便宜他了。 我笑了笑, 不便宜。 我招手叫了阿月过来, 对他耳语了几句。 数日后, 江若国内的亲人收到了他的消息。 一千万, 他们的女儿就能平安回国。 与此同时, 江家也知晓了是周静, 周静然将江若丢在了国外。 江家与周家闹得沸沸扬扬, 周静然焦头烂额难以应对。 江若回去后, 江家以江若名声清白受损为借口, 逼着周静然娶了他。 据说从婚礼时候, 两人就闹得极不愉快, 周静然又对江若动了手。 江家人自然不罢休, 两边打成了一团。 婚后两人更是过得水深火热, 昔日心中的白月光, 高不可攀的女神, 后来却成了他最痛恨最艳增的人。 周静然整日酗酒, 喝醉了回家就会和江若争吵。 动手打他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而这已经是后话了, 与我更是半点无关。 哦,对了, 那一千万, 我全都捐给了儿童慈善基金会和福利院。 孟静昭走的时候说, 他一定会在我生产前赶回来, 只是一直到临盆前一周, 他仍没有音讯。 而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已经是七天前, 宅子里已经渐渐人心惶惶, 连我都听到数次不好的议论。 我想了想, 叫了阿月过来, 一个一个严查了宅子里所有庸人, 将那些不安分地生了外心的, 都远远打发走, 然后就紧闭了门户, 不出不入。 临盆前第三天, 孟静昭仍无消息, 阿月再坐不住, 执意要去墨西哥。 我意识到了崩溃的边缘, 快要生产的人, 却一日比一日消瘦。 阿月, 你去吧, 不管怎样, 是死是活, 总要给我个准话。 但阿月是梦境招墙留下的, 他深入险境, 但却还最担心我, 将他最信任的下属留在了家中。 可是徐小姐, 阿月左右为难, 不然, 我先送您回国吧,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他心中自然是梦境招最重要, 但我却又怀着梦境招的孩子, 更何况, 因为梦境招许久没有音讯, 他的那些仇家都在伺机而动。 前日, 阿月带人刚在宅子外 抓到了几个身上藏着枪的陌生人。 阿月, 我不回国, 我和孩子就在这里等着他, 徐小姐, 你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对他笑了笑, 如那日面对周静燃那样, 也对阿月伸出了手, 你看, 徐初念打不倒的, 他什么苦都能吃, 都不怕。 阿月看着我养了很久, 还是没有恢复原样的手, 眼泪就滚滚落了下来, 我不走了, 我听先生的, 我要保护好您和先生的骨肉, 我想要劝他走, 去找梦境招, 也许现在就缺他一个人的力量, 就能让梦境招转危为安, 但还未开口, 腹中忽然一阵抽痛, 剧烈的公缩, 让我再说不出一句话, 痛得快要昏过去时, 心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 我撑不到梦境招回来, 撑不到他陪我生产了, 他走的时候, 问我怕不怕, 我说我什么都不怕, 但其实, 我真的很怕, 怕疼, 怕苦, 怕挨打挨骂, 挨饿受动, 也怕生孩子时挨那一刀, 所以, 梦境招, 如果你在就好了, 如果你在, 该多好, 阿月和庸人将我送到医院, 刚被推入产房, 护士还没来得及关门, 一只有力的手, 忽然重重推开了门, 初念, 陷入昏迷的我躺在产床上, 竟模糊听到了梦境招的声音, 我努力想要睁开眼, 去确认是他回来了, 可却没有半点力气, 但我的手被一只温热宽厚的大手紧紧握住, 那温度和力道, 我无比的熟悉, 瞬间我就心安了, 初念, 梦境招低头轻轻吻我, 我回来了, 初念, 生产的过程还算顺利, 医生说, 我的身体指标很不错, 完全符合顺生的指标, 而且顺生的话, 生完很快就不痛, 不用再忍受剖腹产后几日的疼痛折磨, 但梦境招显然是被吓到了, 虽然生产中途, 他就因为过度紧张, 影响医生工作, 被请了出去, 而且我在产房里哭的时候, 梦境招站在门外也掉了眼泪, 阿月看到时都吓傻了, 梦境招言辞勒令他不准外传, 但我刚出产房阿月就偷偷告诉了我, 我想着那画面就忍不住笑, 只是笑着笑着, 却又哭了, 就算再怎样能吃苦, 愿意去吃苦, 但是谁不想被人疼爱, 被人捧在手心呢? 我产后没多久, 梦境招就预约了手术, 梦家老太太还是有些不愿意的, 但是老人家就观念, 看着怀里的虫孙子, 又心满意足了, 也没再多劝, 梦境招这次回来, 身上带了伤, 那段时间他失联, 也是因为伤太重的缘故, 我没有说什么, 只是在宝宝三个月, 我身体全部恢复之后, 让梦境招陪我去了一趟寺庙, 他不信佛, 我信, 只求菩萨能看在我心诚的份上, 也庇佑庇佑他, 在佛前持乡跪下的时候, 梦境招忽然对我说, 初念,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罪孽, 要是他特意换掉的, 爆炸引起的医院断电, 是他的授意, 后来他又哄骗他离开中国, 来到他身边, 他不信佛, 他不怕菩萨怪罪, 他只是怕他会惧怕他, 疏远他, 他只是怕对他的贪念, 得不到宽恕, 我看他一眼, 将香递给他, 那你也不知道, 这里的菩萨多灵多慈悲, 梦境招拿着香, 看我虔诚地跪下, 他终于还是学着我的样子, 在我身旁跪了下来, 我虔诚地仰手看着菩萨, 梦境招却频频侧手看我, 许久以前, 我们都不知道, 当时那转身一眼, 就注定了这一生一世, 然后你们不得了 topic, 先看你一眼。 三眼当然了, 没关系绝对我, 我对你说明月将来, 我们就是就可以去腹身和这个工具, 我们去腹身和这个匹身都不知道, 我们就用我们个月的家路,